今天我们来到银滩假日小区 这个小区也是属于七路湿化的第三期 取水滤荫的第三期 赶进去 这个小区的西面是取水滤荫 然后东面是加州风行 加州风行也是这个就实话当时盖的第四期 我们进了小区的这个大门 往东走 第二个楼就是这个楼 这个楼楼高只有六层 然后咱们进到大圆门 这个大圆门特别的大 比一般小区都大 这里也特别开阔 然后咱们进来瞅瞅 这个是个一楼的东户 这个房本面积是76.5平 咱们一进来以后呢 就是这个北面 也是进门的左手 就是一个餐厅加厨房 咱们先到厨房看看 厨房的玻璃窗子挺大的 这是不锈钢的这个橱柜吧 不锈钢的 这个燃气入货 这个地方还有这个暖气管线 还有这个什么 这个散热片 说明它这个有这个地暖 有地暖的这个管道 但是这应该是不是固暖小区 不是固暖小区 但是呢只要是天下那个热源 屋子里就很暖和 这还有一个小冰箱 然后呢 进了这个房间的门以后 在它的右手 也就是南面 是一个客厅 配套的沙发 看起来还可以 不错 电视墙弄的是这种 这种造型的 电视棍什么都有 从这个地方来看 它是这个客厅 通往一个阳台 这个阳台呢 没有封闭 是个开放式的阳台 两块砖 两块砖的话 一块是至少八十吧 或者一米的 二八十六 一米六 一米的话就两米一块 这个砖特别大 然后呢 就是一个院子 咱们淫滩的这个 带院的房子呢 还是比较稀缺的 这院子里 没有硬化 你看咱们邻居家 樱花又很漂亮 搞一搞还是挺好 这个估计这个面积呢 大概是有个 有个二三十平米 三十来平米吧 这个院子 看这边邻居家 也是半樱花吧 半樱花 这里还有一个厨子 这里还有一个杂物厨 在这个空间 那还不错 然后咱们在屋里 再看看他的卧室怎么样 进来以后 这个地方是一个北卧室 小卧室 小卧室配了一个一米八的床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 一米八还是一米五 还送了一个 大衣柜 三门的大衣柜 这个窗户也是不小 窗帘也是配有窗帘 也有散热片 都有散热片 然后再看看 这个南卧 就是主卧室 主卧室 主卧室应该是一米八的床 那个小卧室 是一米五的床 这也是散热片 外卖贴了一个卖房 这对外出售了 看外面 咱们从这个角度 再拍一拍 中间这个位置 是它的卫生间 我看这个房子 如果说有缺陷的话 可能也就是 卫生间 它是个暗卫 是个安慰 但是卫生间不算小 这些拐线都给包起来了 拍了过程中来电话了 中断一下 这边有个通气孔 抽风的 都是吊好顶的 也是一样 卫生间这个地方 也有一个散热片 也有一个散热片 这个小区应该是 齐楼湿化 盖的房子 框架结构质量是不错 而且这个小区的位置特别好 它是在这个商业街 商业街的南面 也就是村的小居门 就是市场 一般来说是五天三个级 生活特别方便 是属于咱们银滩的核心地段 看看这里阳光晒进来多好了 阳台上坐着 再看一眼吧 这房子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直接和房东联系 好 我现在出来